潘兆聰 恐怖在戰 Denise你好 你好 Denise 由於說不想刻意說是哪一個藝術師的星二代 免得吧 因為好像很被標籤了 所以大家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好Denise 你好 你好 有點混亂 原因是 因為我媽媽是一般英國人 所以基本上是你在英國出生嗎 新加坡 你在新加坡出生 因為爸爸在那邊工作 就是在那邊出生 但又去過英國 但現在主要在香港發展 沒錯 所以廣東話是非常流利的 好吧 Denise 現在在拍什麼劇 現在剛剛幫ViuTV拍完鬼探前傳 對 鬼探前傳 如果大家有興趣 以ViuTV來說 這部劇也挺受到注重 所以就拍前傳 鬼劇 對 對 跟誰合作 跟Eric Kwok 對 主要跟Eric Kwok 對 好 我知道這部劇應該應該是今年的 賣味 或是一些 混合器之類的 剪片 最後的工序 就會看到ViuTV的鬼探前傳 其實Denise 曾經在電話裡分享過你的經歷 沒錯 那件事是什麼 你先說一下 我最近去過11月 去泰國曼谷 是的 那時候我第一天 其實跟朋友去 然後 我第一天 因為我在香港 加入了一間 健身 我有合作 這個健身 就容許我可以 在亞洲 曼谷 新加坡 可以去 玩 可能一個月 我第一天 下機後 那一天 我自己 撕掉了一群朋友 自己去做健身 嗯 那這個健身的位置 就是在一間 比較舊少少的酒店裏面的四樓 OK 是的 那裏面呢 我就遇上我的運動 然後我就 因為香港 我那間健身 就沒有做焗桑拿 那樣東西 那我就很喜歡焗桑拿 是 那這個泰國酒店裏面 就有很多焗桑拿 然後我就進去了 那這個桑拿房很有趣 它就沒有 就是沒有人 而且它是裡面很大 嗯 然後 我走進去的時候 是很熱的 那些牆 嗯 所以那個蒸泥是有效的 那些石頭 是有效的 但是呢 我還是覺得很冷 我起碼下了一桶水 哦 我也覺得很冷 沒有人湧 但我有出汗 嗯 是 那我也覺得沒什麼 那我走了 嗯 那我走進去 和朋友 那時候應該是晚上 晚飯後的時間 嗯 那我和朋友 走回酒店的時候 我的右手邊 就是一個公園 關了門 沒有人在裡面 是 黑的 但是隱隱藥藥 都會看到樹 嗯 然後我一看進去 就看到 一個紅色 真是紅色 鮮紅色的 我感覺到是男人的 那它是沒有頭的 就看到它的胸口 嗯 手臂這一部分 手臂這一部分 哦 就是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 然後 肚臍的位置是沒有了的 嗯 然後就看到下面的大腿 是 紅色的站在那裡 OK 那我當然很害怕 就問 你看到嗎 是啊 當然他們一定看不到 是 那沒有理會 走快兩步回酒店 那晚睡覺 嗯 睡到 這個 還沒到早上 半夜 是嗎 半夜 半夜 接近清晨示範 嗯 那我就 我知道自己 做噩夢 嗯 起床那一刻 我就知道 有個男人 在夢裡 有什麼也好 跟我說了一句 奇怪 又不是泰文 又不是香港文 就是一些奇怪的 然後我就 起床 我起床那一刻 整個 左邊臉 左邊頸 背部 腰 到大腿 都是起雞皮 和刺痛 刺痛 刺痛 那有沒有看一看 有沒有起了紅疹 那些 沒有的 沒有的 但是刺痛 就是這樣 好了 那回來 即是現場沒有處理 沒有 那回來香港了 好了 那回來香港 那有後著 因為 子瑜也去過這個地方 你和子瑜也熟悉 那立刻跟子瑜說 你當時有沒有跟子瑜說 這件事 吃飯也是 有說到 然後子瑜剛好 她剛好 沒多久之前 跟家人又去泰國 又經過公園 其實她到處拍照 然後就拍了一張照片 如果在修的時段 大家有看過 是這個公園 記得嗎 是這個公園 就是曾經出過這張照片 你現場有沒有看到這幅石雕的東西 看不到 看不到 因為太夜了 真是黑色的 什麼都看不到 你不知道有什麼 沒有 這個就是子瑜 是拍回來的 因為她都覺得很古怪 那個公園 不是你嗎 那張照片沒有了 不知道在電話裡不見了 我沒試過 第一次拍了一個 我明明拍了 這張後來我後期上網 我認得是這個 因為很容易 但我的照片在電話裡就消失了 即是連你也不見了 對 我不見了 但之前看到的那張呢 剛剛第一張呢 那張也是那個公園 那個公園其實有很多藝術展品 有些很藝術的 這間公園有很多藝術展品 我記得是一個大摩格 也有很多人去的 你說見到這個男人 其實也不以為然 我覺得還是像來一樣的 其實對大的行為 還有馬遇安靜 是不是一個古怪呢 Create一個人比較負面 يرute 例如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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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os 也會和自己等下想 為什麼要逛街呢 逛街也沒意思了 你回去吧 思想很奇怪 負面不想出街 不想跟朋友吃飯 什麼都不想 但又自己會覺得 為什麼自己這麼奇怪 能否更正確一點 因為自己的性格從來都不是這樣的 然後梓宇就說不如這樣 試試求助我們的高龍人士 把照片放上去看 結果她說你是什麼 在泰國 有一隻女鬼跟著回來 女鬼跟著回來 所以早前你真的去了高龍人士 做了幾個星期吧 處理 所以如果那幾個星期大家又去找高龍人士處理的話 其實也應該見過Denise 那裏也有很多人 是的 很多人 那幾個星期之後 搞了什麼 搞了什麼 幾個星期之後 是泰國的就全部清掉了 是 都是一個而已 是的 沒錯 但原來自己的家裡 因為我有發照給那位高靈人士 原來家裡本身已經有兩位在這裏 你一直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她說是比泰國這位更加長 兩三個月左右 哦 OK OK 好了 從來有沒有在家裡發生過這些事情 這裡沒有的 這裡我一直都覺得很正常 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OK 現在處理好了 那兩個都處理好了 都處理好了 現在有沒有東西 有沒有 家裡師傅就說沒有東西 但是自己本身 她有問過我 你是不是背部 我的脊骨 是不是經常都很痛 我說是 有一個位置是很痛的 痛了九十年都有 不是九十年 九至十年 我說是呀 師傅就跟我說 這些其實我不知道你信不信 有前世今生 因為她解釋是說人有很多小的 有很多所謂冤親債乳 她說那個位置 其實是可以處理了她的 不過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才一直都要回去 那就是說那個靈體依附在那個位置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我沒有問到這件事 但是她說 當我那個位置痛的時候 就嘗試很誠心地說對不起 雖然我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 但是她就叫我很誠心地說對不起 看看會不會幫到那位置 沒有那麼痛苦 那你真的有沒有做到 有的 也有 因為其實她幫我 她說如果我不信也好 不要緊的 你就當上來做一場氣功 那我又真的沒有試過氣功 那我就選擇好多試一下 反正都試過這麼多方法 都是痛的 你是有醫治過的 不停的 西醫 物理治療也好 針灸 都試過 那都是經常痛 有時候要吃很厲害的止痛藥才會 是 沒有那麼痛 那現在做了這些所謂的懺悔 對那個冤親寨主 有沒有真的減輕了痛楚 我感覺到是鬆了一點 沒有以前這樣天天痛 嗯 其實我對上痛 都已經是一個半星期前 不過今晚我也是有點痛 是 我一上來就痛 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原因 她始終在這裡 她還未完結 走光了 放心吧 如果高齡人士看到 隔空幫你先弄一弄 好嗎 急症先弄一弄 我自己是 因為我其實不是太想見到的 嗯哼 但沒有人想見到的 但有時候有些東西你避不到的 是 小朋友的時候見過什麼 小朋友的時候 我和我媽媽在大坑住 唐樓舊樓 他經常要回家 應該很早放學 其實我忘記了 應該是下午放學 我便回家 媽媽便上班 家裏還沒有遮遮 那時沒有遮遮 是的 那 就經常 當我媽媽一離開門口 我就經常見到 有些眼睛 只有一隻眼睛 我看這裏 她就是這裏 我看那裏 她又在那裏 就是周圍 跟著我的視線周圍走 嗯 那當然很害怕 每次都是這樣 那我就 瘋了 很害怕 就是只有一個人在家 我自己一個 那我就套著被子 就睡覺 等到我媽媽回來為止 哦 是差不多每天 都是這樣 那我跟媽媽說 可能媽媽說 哎呀不要亂說 不是的 你自己 你自己 她覺得可能我 二十二鬼 不想她走 所以就說一些話 哄她 叫她不要上班 不要走 是 但是搬了之後 就沒有這個眼睛出現 那時你真的很小 第一次接觸這些東西 幼稚園三個高班 是在大坑那些舊樓 唐樓 好 大坑區的朋友 不奇怪 這些地方 其實都是 這麼多年歷史的地方 對不對 好想沒有什麼影響 沒有什麼影響 是 純粹看到而已 好了 大一點 真的覺得 會害怕 或者有什麼 個案發生過 大一點 就 中 我說 小六至中二 我在荷里活 你住的地方都是很厲害的 荷里活 香港最古舊的街道 是那些舊樓 就是要走樓梯 剛剛接觸的時候 我自己一個在房間 這個是小學六年級 我很記得 一房一廳 媽媽在廳工作 打電腦 我就在房間坐在電腦上 自己可能收拾東西 坐在地上 很多時候 我媽媽找我 她就會很快地走進來 問你吃飯了嗎 想吃什麼 這樣問我 我都會感覺到 有人在跑進來 那一晚 我坐在地上 我感覺到 有人在跑向我 我就以為 是我媽媽跑進來 又問我 可能是否吃東西 我一抬起頭 就看到 我猜到她穿著一件白色長袍 所以她的腳是被那件袍包住 這樣衝進來 在門口衝進來 踢向我臉 然後就沒有了 踢向你臉 這樣走下來 即是穿過你 可能是散開 不知道穿過還是怎樣 就這樣 這就是第一次的遇上 但有沒有聲音 她衝過來 沒有 但感覺到 有一股氣地衝過來 我真的以為是媽媽 因為那股氣也挺強的 之後都會不會害怕嗎 只是嚇呆了 然後 就衝過去問媽媽 媽媽怎麼說呢 她經常都是那一句 你不要亂說 那些家長 因為她們都不會應對 她不懂得怎樣反應 她不就是覺得你在亂說謊 或者她會覺得你是假的 因為她不懂得反應 她也不懂得怎樣跟你說 是嗎 是的 那之後那個地方也還有 有啊 發生了什麼事 第二次看到 就是一塊全身鏡 媽媽又不在家了 看電視 然後 因為我電視梳化的位置 一轉過來就是那塊鏡 嗯 然後有一晚我想轉過來拿點食物 我轉過來就看到那塊鏡裏面 有一個白色袍的肩膀 頸和肩膀的位置 浮起半空 哦 那又是客外了 然後又是跑回房間睡覺 等到媽媽回來 你媽媽經常不是在家 你媽媽只是在家 你媽媽只是獨留兒童於家中 是啊 那時候沒有這些法例 都比較十鬆 肩膀是比較大 中一二的 中一二 那只有肩膀嗎 是啊 男還是女 女 是女人來的 又沒有整個樣子看到 沒有 只有肩膀 好了 之後 還有後掌 又是同一個位置 但是這次就不是在家裡發生 就是在同一層大廈 我放學 我住五樓的 那時候 即是唐四樓 唐五樓 走到三樓 我就一望上去 天花板 就看到一個穿白色袍 黑眼圈很大 嗯 黑髮 少少透的女士在牆上爬 爬? 是啊 爬樓梯 你這樣爬嗎 不是 在天花上爬 在屍嶺 爬 爬 她有沒有看到你 我看到她的黑眼圈 正在看著我 是啊 那是四樓交頭的 她一邊爬 一邊爬 一邊看著 馬上衝回家 哈哈 好像精子的爬 但是她比較小 我感覺到她比較小 她比較小 那這些經歷出現過多少次 如果剛剛數就三次 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我覺得是 哇 原來是新裝束 蛤 荷里活在哪裡 嗯 哪個位置 下面是賣古董 古玉那些 哦 那真是不奇怪了 你知道那些街道 很舊 再加上賣古董的東西 對嗎 隨時惹了這些東西 絕對一些都不奇怪 嗯 那媽媽又不相信 不相信 你不要說了 我們還要在這裡住 哈哈 不過媽媽完全沒有接觸過這些 沒有 嗯 可能我不知道 是否因為 第一 或者八字 或者是否特別高齡 在那段時間看到這些東西 但幸好沒有對你成長有什麼影響 沒有 純粹是出現過這樣的畫面 哦 OK 這些經歷 我相信 怎樣說 很多家長 都聽過小朋友說 可能比你更誇張的 也會有的 但是我又希望 大家如果真的相信 這個世界有這類東西存在的話 就不要第一時間 禁止了小朋友 我經常都說 希望你 聽了她說 可能這個世界也有 另一些朋友存在的 可能交代的時候 她也未必 說得那麼清楚 或者這個小朋友也未必明白 但就 不要完全去否定 她這類東西 因為她很慘的 是不是 你有沒有其他兄弟姐妹 沒有 是的 你更加不知跟誰說 就覺得她自己 不知一個精神病 你令到她以後 什麼都不敢說 你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影響了跟父母 聊這方面的事情 有時藏起很多東西 不敢說 我個人比較喜歡 看到這些東西 馬上說出來 是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承認 我把她藏起來 會不會跟著我 同學說不說 跟同學說 同學很少 可能去長洲 露營的時候 說鬼杯就會拿出來說 是的 有人問爸爸去哪裏 不跟爸爸說 很多人都知道 已經寫了出來 不跟爸爸說 不跟爸爸說 那時候還沒認識我爸爸 所以 所以 沒問 是啊 你還沒認識爸爸? 是啊 是啊 我 我是想知道 這是最恐怖的事情 我反而是 不要說了 算了 不要這樣 這些就是以前小時的經歷 大了一點後 有什麼事情 大了一點 大了一點 我搬 我在 在荷里活住 那時候跟媽媽住 大一點就想搬出來自己住 那時候也沒有收入 只是幫人補習 自己又回學 租了在西環 近哪裏 不是 我搬了幾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 那個 廉坊 即是巴士站的位置 那些位置 你真厲害 專門搬到這個地方 便宜 是 域多里道 厚 那裡 那公園 一上去就域多里道 你真厲害 發生什麼事 那裡我只是跟別人分租 那我就在房間裡 那 早上上班 上班 補習後 幫人補習後 回家 經常性 被鬼擇 會稱為 是不是 是 是 經常都好像有些東西押著我心 我無法呼吸 然後 四肢是完全動不了的時候 但是眼睛 是可以開的 眼睛 是輕的 整個頭 整個身是重的 但是 我不想看到 所以我就死拆 不要張開眼睛 我不要看到 這樣 這個發生了 都斷斷續續 都很多次了 然後我就去問一些朋友 深色師傅 嗯 結果我也很害怕 我是睡租的 我租一個媽媽和一個兒子的房間 師傅跟我說 他說 你現在睡的那張床 其實 是那個 媽媽去世的老公 跟他以前睡過的 那位先生 應該不是太喜歡你睡的那張床 然後來搞你 對 就是這樣 他也肯說 是師傅說的 師傅說 然後我就回去問那位太太 我問他 其實這張床 是否 有東西 你和你先生以前睡過的那張床 然後他就 是呀做甚麼 很凝重的樣子 然後我就很坦白地跟他說 我發生了這樣的事 我也沒有跟你說 但我 問了很多人的意見 總之都介紹了師傅 就有這樣的事發生 我問他 你可不可以弄走那張床 第一時間 這樣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都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這個月費計劃 聲音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至於說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看哪集 就買哪集 也是可以的 按下我們bigbigair的手機APP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集就買Cons看 所以希望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會員 你會看得最多最恐怖的個案